我看过Bob的一个视频嘛 关于他的故事 他这个故事还是就是对我感觉还是挺深的 你是晚上送外卖 然后白天当滑雪教练 今天我们是就在这个滑雪场 Groves Mountain这里呢 跟Bob见面 因为他马上又就要去这个上滑雪的课了 你的生活白天要上滑雪课 然后上完滑雪课之后呢 然后晚上又去送外卖 会不会比较辛苦 你怎么说如果说身体还好的话 倒不是特别辛苦吧 然后我每天都会有咖啡做后盾 你说你就是开的这辆那个Ford 这个叫Explorer 送外卖 对因为我也想过 就是说用日本车或者电车送 但是考虑到要滑雪的这个事实 所以我就不会去想着 要换一个小车 然后就我身体体型 我本身就比较大 所以我就不可能 就是说我觉得小车可能 开的不舒服吧 可能 但你开的这个这个车送外面 会比油耗比较够 嗯 我会跳单子做 跳单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送小飞高的 ok对所以你是在哪个平台上送那个外卖 到大学和Uber 然后有些时候我甚至还会在威斯尔送 因为威斯尔和北温西温送 因为北温西温和威斯尔都是富人居的居居地 所以他这样子是小飞会给的高一点 所以说你现在对这个送外卖 就是怎么送的收入比较高 有很有很有心得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 对那上次我看到你这个送外卖的故事 我就感觉就是好像是有些时候就是确实会遇到非常突发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你在送外卖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 有些时候停车问题很难 比如说我有一次在三号路上送外卖的时候 就是威斯尔的三号路 我跟顾客说 当然我说话是声音语速是非常快 因为那个地方车流量大 也不能停车 顾客也没说清楚 就是说他是在后门等我 但是那谁都会理解成是在前门等我 然后我就跟顾客说话是语速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说话声音我也会比较响的 因为那个地方不能停车 我怕会被那个贴罚单 然后我说话声音很响 然后顾客就觉得就觉得我态度不太好 之后给我一个差评 不过还好我我好评率接近100% 所以说到无所谓就一个差评 他没有按照客观的实际的情况去判别一个好一件事情 我觉得他这种判断是有失公寓的 就是说对你来说最愤怒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 对 对 然后他是怎么样就是把你关在他的对对 对你能告诉我这个事情的经过吗 经过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送外卖 但是我觉得说我想省点油吗 我想走路进去 但是那个他是这样子的 你走着走着 这要那个house也是有个大门的啊 因为是在哪里 哪里那个地方可能不知道的朋友不知道他那个地方有很多农场 他的农场其实那个地方其实是很开阔的一个地方 这是很远 从他的从他那个gate大门到那个小门是非常远有600米的距离 其中是这样子然后有200米的距离 看着是这样子的你看到我的手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是这样子一个小slope 然后慢慢的到他的门口 非常抖600米那我来回就是1.2公里 那么我送完以后 那么送完600米走回来1.2公里对吧 我发现这个门是开不了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出去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应该是有个小门 或者说那个门是自动开出去吧 我觉得我又不是进来 我是出去 出去但是他没给我开门 你送外卖的时候 然后是走路进去的 然后你想走回来的时候 发现这个门开不了 你就出不来了 然后又回去找他开门 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实际温度是33度 体感温度有45度 大家想一下体感温度 45度的体感温度是什么感觉 而且他那个那一段 就是这样子600米的距离 是无遮无蓝的 没有输阴的 我整个身体是暴露在太阳底下的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其实走到这里 我身体已经开始有点反应了 虽然我平时运动啊 体身体比较好 但是再怎么运动也架不住天气 天气冷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再怎么运动也架不住天热呀问题是 然后我就先想要不先打个电话给那个屋主 就不要走过去用打电话的方式处理 但是我Uber他那个电话号码是虚号不是10号 也就是说你打虚号是没有人接的 就是因为你当时我当时送完单是不是相当于你要在手机上就说 告诉别人这个单已经是完成了 你那个电话那你再打出去 那这电话就是个虚号了 我大概打了两三个全都没人接 那这时候已经其实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 而且大几天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情况下 然后我就打了Uber的平台 Uber平台他也说 没有办法你打911吧 他说然后我这边打911 然后边硬着头皮 再走600米单层回去敲门 我门敲开了 然后那个那个女主人说 他就质问我的口气说我为什么还没走 我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他开始反问我 就他不给我开门 或他忘了给我开门这个事儿 我其实是挺愤怒的 因为我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 我说是你没有开门 我当时也是这么说 You did not open the door for me I put the door for me inside the house right 然后他那个 然后他还是依然说 那你那你为什么不好好跟我说一下 我需要开门才能让你走 那我当时就说不对 我说你住在这 你是知道的呀 你为什么你就不给我开门 他是小孩要养 所以他可能情急之中忘记掉了 但是他忘记掉说我有什么企图 其实这个就是他不想承认错误 我看一下下面评论 也有一些网友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 就说你为什么当时不直接就说开车进去 直接开到他的小门 因为你开车进去 要掉头 我其实有些时候会嫌麻烦 要掉头 对 你下来肯定要掉头 你上坡还有下坡 还要掉头 掉头他比较窄是不是 就比较窄 所以我不想很麻烦 而且我当时是舅母这个事应该很快能结束 我看到要爬坡 但是你说爬那么点坡 再下来对我一个经常运动能耳言 我认为就不是个问题 但是我没想到事后他给我唱这么一出戏 还有网友也提到就说有可能这个大门它需要就是车贴近 它才会自动打开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说因为你是走路 他这个大门就没有感应到你的车 所以他就不打开 这个女主人他可能就是assume 他也是assume说你是开车出去 大门都是自动的 因为这种情况很常见的 因为我住过好些车友家里 他们有些是住在这种农场院子 或者说是豪宅什么的 他们是需要车贴近他们的大门 大门才会打开 可能反驳的有点呛人 总共有错吗 我就想问一句 可能有些人他不能接受我这种反驳方式 但我说的也是一个事实 女主人应该先预想到你会走路 会不会是一种miscommunication misunderstanding 就是他认为你就是开车出去 会自动出开门 结果他没有料到你走路出去 所以说他那边就根本就不知道 那就是造成你们两个就是互相的质疑 你质疑他就是故意不让你出去 他质疑你故意滞留在这里 但是有个问题 因为我是face to face去delivery的 没有contactness delivery 我的旁边没有车呀 问题是他是开门的 看着我 我们俩说眼睛对视的 那我旁边并没有汽车 他知道你是走路进来的 对 而且他是有监控探头的 他整个屋都有监控探头 你说他不看监控吗 他不为自己小孩的安全考虑吗 那如果按照他这个逻辑 他challenge我滞留 是危机到他小孩的安全 那他为什么不make sure 我已经走了以后再做其他事情呢 对 如果你真正take care他的child safety 他应该要make sure我先离开 然后再做其他事情 那Bob就出现这一次就是比较大的争议 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你觉得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在送餐的这个事情上 有一次我开的我上一部车是更像警车 前面还有防撞感 也是这个福特export 坐在这里我稍微打断一下 你这个explorer看起来很新 应该是021年后 22年款的 22年款的 你就是刚把那个老款的explorer换这个 对我老款还是有防撞感的 我一次送Uber 我就停到他汽车面前 他就说 I scared her You scared me 对 他是这么说话的 然后我说why I think you are arrest me You are arresting me 对他是这么说的 然后回头又给我一个差评 说我吓到他了 你等下去上课是不是 上完课之后 然后再去送Uber 然后几点干到几点 7点吧 7点因为我待会把顾客送回家 哦 你是就是VIP 一对一的顾客 他就是跟你的车过来的 对送回家 然后可能六七点干到11点 六七点干到11点 听起来很辛苦 其实我以前有类似的经历 我以前09年的时候 我在英国也送我外卖 你知道下午5点到晚上10点 干5个小时 5个小时 那多少英镑或多少欧元 我记得好像每个晚上可能200英镑左右 每个晚上200英镑 200英镑购买力怎么样 在英国 那就问如果购买力我算 按一杯咖啡算09年的物价 200英镑能卖几杯咖啡 应该有100 有100杯咖啡 对 那就2英镑一杯咖啡 差不多 小杯中杯大杯 我不喝咖啡 所以一般来说晚上7 8点 就干到11点 这个收入怎么样 一个晚上 以现在收入是一样了 现在越来越下降了 对 是的 经济可能有点不景气 当然点外卖的就是点了少了 对 是的 无论是刀带区还是乌宝 好像都有点订单 有下降趋势 或者说司机越来越多 导致竞争很大 现在有一个平台叫Skip的 好像他们说还是在逆次增长 那你如果这三个平台一起开 那一般说这几个小时能赚多少钱 Average 我们说一个晚上能赚300块钱 来转变成滑雪这方面 因为我真喜欢自由 对 然后就后来就是学了那个滑雪教练 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 最近开始学了 对 我最近也去考了一个CSI Level 1 你是非常喜欢户外的人 对 你就除了滑雪之外 你还经常会去 backpacking夏天 对 packing然后backpacking 然后roll 我都去不 你现在这个买了新车 你之后的什么样的想法 就继续白天上滑雪课了 可能最近滑雪剧快结束了 还要想到其他 比如说送人包车 也是用这辆车来 那这部车如果是长途包车 我觉得是 它是三排 三排座位 三排座位在Uber里面 我记得是这个叫 七座车SUV 七座车价格 对 EXL什么的 就XL的价格 所以我的车会贵很多 但是Uber不做长途包车 要做长途包车朋友可以 就是私底下联系我 因为Uber它只有短节 它没有包车业务 如果有朋友就是想要长途包车 比如说去哪个地方旅游什么的 可以找我 然后我上面还有行李价 所以说你买买这个换这个新车还是要发挥它最大的价值是不是 是的 又要送Uber Eats Doordash什么的 然后又要干Uber Transportation 对 你还说有可能要用你的CSIA这个执照 然后回国去教滑学 我等到拿下三级以后再说 我说二级回国竞争还是比较激烈吧 我感觉 但是如果是三级回国的竞争可能就会比很多 好的 那我今天就拍到这 所以我们听了听了下这个Bob的那个故事 大家如果有兴趣找他包车 或者说让他浇滑雪的话 就是可以联系他 我会把你的微信放在视频下方 好的